孙银行三人瞒着河洛洛 追定走完铁轨 寻找黄金的线索 但当他们走到尽头的时候 又被眼前的场景 吓到说不说话 拐谈 应验了 林某 哎呦 你吓死我了 你才吓死我了呢 大半夜的不睡觉处在这 你干嘛呢 诶 你看我表哥的储物柜干嘛呀 表哥的储物柜 对呀 里面都是来不及带走的录音设备 还叮嘱我里面的东西特别贵 别让我碰 哦明白了 你是想看看吧 其实我也好奇 我们一起看吧 不了不了 其实我也没那么好奇 你怎么在这 上厕所啊 怎么 要不要一起啊 我 哦 那个 我去喝点水 去睡了 哦 晚安 林某 嗯 晚安 早啊 早啊 迟业 洛洛 早啊 这个天气好像越来越冷啊 嗯 早啊 洛洛 迟业 困死我了 还有早饭吗 你的黑影圈 怎么这么重啊 半夜 做贼去了 别提了 我说夜就有生效 脑子里又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没怎么睡着 先去洗手 先去洗手再拿面包 哎 还有 又降温了 穿点衣服再来吃饭 没关系 年轻 不怕了啊 话说 你们今天有看到展翼文吗 我一醒来 就发现他不在了 这么说的话 方祥瑞也不见了 不是吧 不会吧 林某 你看到孙艺航了吗 他们啊 应该 一大早就出门探险了吧 我怎么不知道 迟业不知道 方晓瑞昨天晚上 刚建了个什么群 叫什么 古拉拉 黑暗之神粉丝群 他 他知道什么是古拉拉吗 应该不知道吧 以他中二的性格 大概只看到了 黑暗之神四个字 方晓瑞学长就算了 但是 没想到孙艺航学长 竟然也跟着去了 哎 你们 不知道吗 又怎么了 今天天不亮 孙艺航就起来了 跳舞也没见他 这么积极过 中二起来的孙艺航 有时候比方晓瑞 偷现多了 谁在说我 这个时间 洛洛他们大概知道我们出门了 我这儿有两个鸡蛋 你们要吃吗 要 展一文 蛋壳不要乱了 这里没关系吧 我刚刚在铁轨边上还看到其他的蛋壳呢 其他蛋壳 是啊 因为蛋壳是很好的肥料 我爷爷的盆栽里有时候也会放一些蛋壳 孙艺航 展一文 快看 我们到铁轨的分岔口了 所以我们往哪边走了 昨天你们有查到更多的有关列车的线索吗 没有了 往左边走吧 我暂时不想去山上的盐坟里看死人 我也同意 那赶紧出发吧 天气越来越冷了 你们说 为什么列车上要赞买黄金呢 打算遇到哪里去了 其实我更关心 时宜那天晚上看到的 幽灵列车 时宜是不会说谎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 对对对 难道真的是这个铁轨被诅咒了 列车直接幽灵化了 你们觉得这几件事有关系吗 说实话 这几件事我一见都没见到 还真的蛮难去想的 你呢 我和你们一样 想去亲眼见证一下 小心一点 张一文 没事 我只是办了一下 这里都不知道是哪里了 我长得真是冒险 你不快看 那个是 河吗 还真是河 那边还有房子 真火 房顶都快烂光了 看来这就是那个马头 你看 还有木匠 那么这里就是林墨说的 最终会如大海的运河吗 走 我们找找铁轨通往哪儿了 这是什么 子弹 这个是 真的子弹 在哪儿找到的 牵在铁轨里 可是 这里怎么会有子弹呢 已经秀了很久了 你看 边上都有一层铜绿 大概 是以前打仗的时候留下来的 快 哥 方小瑞 你们快找找 周围有没有其他的子弹 啥 你是说 快找找 我这里没有 我这里也是 找到了 我也找到了 在铁轨的缝隙里 这里原来 打过仗了 伙伴们 如果黄金列车的传说 是真的话 我知道它在哪儿 我想 我大概能了解你的意思 原来是这里 原来是这里 我明白了 列车就消失在这儿 没错 当年 黄金列车的消息 被泄露了出去 在这里 发生了枪战 随后 列车就被抢走了 但是 被抢走的人 并不想被疑惑上身 所以 急速匆地打扫了战场之后 就放出了列车消失的谎 但真实情况 是他们早就通过这里的船舶 将黄金运走了 或许 列车也被运走了 然后 会丢到大海里了 那照这么说 岂不是我们也得不到黄金 虽然很可惜 但现在 推理出来的结果 就是这样 什么东西 怎么了 我马上 下雪了 黄 黄鼠狼 满地的死黄鼠狼 飘散的雪花里 他们三个人看到满地的黄鼠狼 拖着内脏 蚕死在铁柜上 即便内心如何地翻江倒海 但每个人 就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雪花 落在他们的肩膀上 头发上 也落在那变成黑色的血雾上 将这一片世界 带入了一种 银灰色的 萧条的死亡 谢谢人 未完 带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